字幕提供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並且加入LINE帳號 小老鼠LUNG1688 將獲得第一手資訊 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選股的問題都可以私訊我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簡單操盤簡單獲利 我是榮哥 領先產業領先獲利 投資朋友你最近可以發覺 其實在最近來說 台股的資金輪動相當快 常常你會看到開高個股就走低 或者說昨天上漲的個股呢 今天就有一個回撤的情況 你如果發現這樣的一個現象來講話 你就要警覺 現在資金輪動相當快 當然啦市場上有一說啦 是因為這禮拜有一個總統大選 所以呢 很多的業內主力他不會去壓嘛 他不會去壓嘛 所以他會先把資金抽回來 真正的進場點 可能會等塵埃落定之後 也就是說禮拜六的整個總統大選 塵埃落定之後呢 下禮拜 該進場再做進場 那投資朋友你就要去想喔 你就要去想喔 現在的賣壓 現在的賣壓 可能就是下禮拜的買盤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啦 如果說以台幣的匯率來看 最近這兩天沒有繼續貶值啦 那你看外資的動作好了 其實外資也沒有賣超欸 都誰在賣 都自營商在賣欸 外資投信還是偏向買超欸 代表說 外資代表是一個熱錢嘛 熱錢其實沒有走 因為我之前在節目上就跟大家提過 美元其實在今年來說 是一個空投年 聯準會今年定調 應該是降息嘛 降息嘛 降息呢 當然美元就容易回跌啊 那美元回跌台幣是怎樣 台幣是升值啊 台幣既然是升值 資金就是會進來台灣嘛 資金會進來台灣 那進來台灣這就是一個股市的資金動能 所以 在今年來說 至少說到目前來講 其實這個國際熱錢還是在台灣 甚至 還會持續進來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個人 不會說很看壞這個台股 那美股來說呢 昨天可以看到嘛 揮打大漲6% 原因為什麼 因為他在CES展 發布了 新的產品啊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嘛 CES展就是AI大展 那揮打大漲創新高 帶動美國的四大指數 都佔上月線 這還是一個多方趨勢啊 那台股當然 你說我們剛好有一個大選 就我前面講到的 業內主力可能會先出場 先觀望 但是 這時候的賣盤 就是下禮拜的賣盤 大家了解嗎 這時候他先賣嘛 他不要壓嘛 他等整個總統大選 選塵埃落定之後 再來進場嘛 所以最近 你可以發現嘛 很多個股都開高走低 要不然就漲一天 隔天就回撤 這就是 有人在賣嘛 那有人在賣 為的是什麼 可能就是一個 總統大選的因素 業內主力不會在這時候去壓寶 他會先行做個退場 等到塵埃落定之後 下禮拜再進場 所以這時候的賣壓 下禮拜可能就變買盤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投資朋友你不要太過緊張 當然 台股如果說以技術面來看 他必須去站上17600 站穩17600 目前都沒有嘛 每次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對不對 已經連續兩天了 昨天也是今天也是 那還沒有站穩 你就不要太積極進出啊 其實投資朋友你要發現 資金輪動當然很快 你可以做一些短天操作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習慣 操作速度這麼快的朋友 你就不要過度進出 你不要說每天要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每天都在追價 然後隔天回撤又賣掉又去追 那你會變惡性循環喔 你會變惡性循環喔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現階段操作你要穩 穩 穩定的穩 你要穩 要有耐心 你不要隨便去做進出 當然 你手上持股你要先處理嘛 例如說你手上持股轉落 你可以先行退場 一樣先退場 等到他轉強 再來進場都來得及 轉落先退場 轉強再進場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現階段你 你如果不想進出的朋友沒關係 但是你呢 你要先顧好手上的持股 該退場你就退場 該買你又買 這就是紀律操作 這就是紀律操作 好不好 這時候來講的話 操作一定要有耐心 一定要有耐心 當然我個人 是不看壞這個台股啊 就像我前面講到 我認為資金動能會延續 資金動能會延續 因為 美元走空頭 台幣走多頭 台幣升值 熱錢就會進來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一個資金的移動的效應 好我們來看台股技術面 就像我剛才講到的 台股 奇怪了 你看連續兩天 很長的上以線有沒有 昨天最高 17688又殺下來 今天最高 17694又殺下來 當然現階段呢在怎樣 在正在拉 目前是盤中正在拉 他現在拉回平盤附近 有沒有開高殺 然後又拉上來 代表其實高好有人在賣 沒錯 野內主力有在賣 但是呢 下面呢 他也不會讓他跌到哪 萬一他下禮拜要買回來 或者說他還是手上有一些持股 所以 殺下來還是會有多幫的支撐債 例如說外資 投信的支撐債 那當然現階段要轉強關鍵點位 我有告訴大家 17600 17600 站穩 他才會攻擊 他才會攻擊 那 現在盤面上就是資金輪動嘛 例如你看 我昨天還特別提醒大家 航運 因為很多人問我 很多人 上禮拜這樣噴出去之後 哇很多人問我 其實我一直想問大家一句話 為什麼12月5號我告訴你要買長榮海運 117.5的時候你不買呢 你一定要買160的長榮嗎 為什麼117.5你不買 你要去買160長榮 了解我意思嗎 低檔的你不買你要去追高 不對嘛 不對嘛 這樣操作節奏又不對了嘛 對不對 我117.5告訴你可以買長榮 你不敢買 你認為沒搞頭 但是漲到150 160的時候 哇你認為長榮很有搞頭 船票很有搞頭 就想買 這樣就不對啊 你117.5買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要買160的呢 那當然 貨櫃航運 或者說航運來講 我有跟大家分析過 我認為 紅海危機 只是短線題材 而且漲真的漲上來了 長榮海運已經漲了啊 全部都填習了 越往上走賣壓越大了 一堆人解套 一堆人解套 那你在往上走會不會賣 他套了半年了要不要賣 我告訴你一定會賣 他套了套了半年好不容易解套 這是人性 一定會賣 所以他越往上走賣壓會越大 再來就我講的嘛 紅海是短線因素啊 你認為 各國來講好了 他會讓船這樣一直在紅海上被打嗎 自己去思考一下好不好 自己去思考一下 會啊 會嗎 他會讓他們的船 一天到晚在紅海被K嗎 我講的是很白話 但是大家自己去想這樣 會嗎 你是一個國家 會讓自己的船一直在那邊被打嗎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所以你可以發現 昨天我就跟大家講了 其實很多海運 海運公司 當然你說他先前報價真的漲很多 沒錯 真的漲很多 報價也漲很多 但是 歐洲縣比較少的海運公司 其實他在1月上旬1月下旬的報價 已經開始滑了 已經開始下了 已經開始下跌了 例如說我昨天跟大家講東方海外 或者我韓星海運 你說香港的海運公司 也是全球前期大啊 或者韓國的海運公司也是很大啊 他的運價已經開始鬆動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他們看到的 他們的需求沒這麼強嘛 需求沒有這麼強嘛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嘛 今天傳票是不是很慘 你說長榮陽明 陽明甚至跌了快跌停 跌了8% 有沒有是不是跌了8% 打到快跌停嘛 你看這一根 現在跌了8%多啊 直接跌回月線啊 有沒有 長榮好一點 但是也跌了 5%多快6% 將近6% 6% 你看 萬一你是追在這咧 你追在160怎麼辦 那今天是不是又虧損了 是不是又虧損了 了解我意思嗎 那我跟大家講說買點在這 為什麼你不買嘛 你看我跟大家講 那時候散裝換貨櫃 散裝在這裡是高點 那時候12月5號他在這裡 那我告訴你不要追散裝了 去買貨櫃 我也不知道有鴻海危機啊 我只是告訴大家他短線上有題材 忘記 年底第一季的忘記對不對 在這裡1170 那你看後面 這樣是不是很爽 你不要去買在這裡嘛 我沒有告訴你去買 買這啊 那你買在這裡今天不就中獎了 中獎了 你買在這裡150160是不是中獎了 了解我意思嗎 這就是一個操作的節奏 買低 買整理的時候 長上去 噴出去 過熱 就是獲利放口袋的時候 OK 你一定要去掌握這個之間的輪動 操作的節奏 你長期才會賺大錢 好不好 那當然啊 好 旁邊上來講話當然你看嘛 昨天揮達會大漲是什麼原因 就是CES展嘛 他發布新品 那我也跟大家講過 CES就是AI大展 這就要講很久了 我已經講很久了 我不是今天才跟大家報告 我在上禮拜就開始跟大家報告 CES展 就是AI大展 他有幾個主軸嘛 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嘛 好我們來看資料 我們來看資料 現在來講話我還是跟大家講 我們在LINE的群組 還是有這個活動 現階段我剛才講過 調整持股 太弱流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股票套牢了 你不知道怎麼辦 不要害怕 我來幫你 好不好 你只要在我LINE的群組 留言加一還有電話 我會親自幫你持股診斷 我會親自幫你持股診斷 如果你手上持股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不知道要不要賣的 趕快來找我 好不好 我來幫你 我來幫你 那在昨天就告訴大家 CES展 就是AI展 這句話其實我上禮拜就跟大家講 那你看他幾個主軸 第一個當然是AIPC 智慧家庭 電動車 ARVR 行動產品就是AI手機 還有一個電競手機 在Wi-Fi7網通部分呢 有這個Arrocast 大家知道什麼叫Arrocast嗎 就是一般現在大家不是都在聽耳機嗎 不是都在聽耳機嗎 在聽音樂啊 那你聽的時候 對現在有個降噪功能 你聽他可能 有些環境在怎樣的話 他會稍微降噪 但是基本上 你還是在聽自己的音樂嘛 例如啊 或者說你聽廣播都一樣 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 你是不是就與世隔絕了 因為你戴著兩個耳機 你就與世隔絕了 那這Arrocast的功能就是說 他可以去接收到 同時間喔 他不是只有接到你手機的藍牙喔 他可以收到什麼 其他相關的公共的訊息 藍牙 多元多方面同時間 收到藍牙的訊息 例如說啊 你在聽音樂 好你要登機好了 搭飛機好了 那登機們是不是會廣播 說幾點幾分喔 什麼哪一個航班要登機囉 那我告訴你 Arrocast這個技術就是 會把這個時候登機的時候呢 你的耳機 自動就會接收到這個訊息 他就會接收到這個訊息 他就會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所以你在聽音樂呢 你也不怕錯過登機 因為他會告訴你 他會接收到 你的耳機也會接收到 這就是多元的一個藍牙的技術 那在今年7S展他也會展出 當然這個技術原本從 我記得好像2023年就有了啦 但是現在更成熟嘛 現在更成熟 所以你看喔 這些組軸 六大組軸來講 裡面關係 裡面都跟什麼有關 AI AI啊 那在跟AI有關之後呢 AI代表什麼 全部的科技產業嘛 你不論是AI伺服器 AIPC AI工業電腦 或者你運用到家庭 AI的安全監控 AI的智慧家電 AI機器人 全部都要AI嘛 那你要做出這些產品 我告訴你誰最先收回 誰 一定是 一定是IC設計 AI設計是 半導體產業最上游 那當然啦 資金會輪動嘛 IE設計也不是全部一起漲啊 那例如說這兩天 資金有輪動到哪一點點 到哪裡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 半導體 你看半導體最新設備廠 業績不錯嘛 營收不錯嘛 或者說台積電熊本廠嘛 那這都有利多加持啊 只是說 它是輪動的 例如說這兩天它強 那前幾天IC設計強 那IC設計裡面 族群間也會輪動 族群內也會輪動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資金輪動 所以你看啦 好 CES展它是AI展來講的話 最先收回的 導播我們看字卡你看 2023就去年到2030年 AI的相關產業 它的年複合成長率 這個CAGR叫年複合成長率 會高達37.8% 這個是個高度成長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這個叫高度成長 所以你看 整個IAC產業來講的話 上游IP IE設計這叫上游 這個叫上游 這裡叫上游 那大家耳熟能想一些 ESC 你說創意四星致遠 年八顆領養 或者力旺M3E金星科 或者說最近很紅的 有沒有 電源管理IC 像今天冒達是不是很強 或者邏輯IC叫驅動 或者微元件 叫做有聲麥克風 語態 或者記憶體 這叫上游的IC產業 IC設計 那中游呢 中游叫做IC製造 例如大家最常聽到 就是台積電跟聯電 台積電跟聯電 那最下游叫IC封測 所以一個產品做出來 誰最先收費 一定是這個IC設計 這裡這一塊 所以我告訴大家 現階段你要操作 資金輪動最快的 最快的地方 就是IC設計 那當然這一句話 我在前兩週就開始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或者上個禮拜 每個人都想當夯海王 每個人都想買船票 市場上是不是只有我 告訴你 航運不要再追了 要買 去買 拉回的電子股 尤其是拉回的IC設計 那IC設計你看嘛 從上禮拜是不是就開始轉強 例如說什麼 你看 誰先轉強 神盾嘛 神盾在哪時候轉強 1月4號啊 你看1月4號這一天轉強啊 拉上去之後 不用追啊 拉上去是叫讓你賣的 好 現在又拉回來了 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你自己考慮啊 通家 那神盾帶出來叫做消費還吸 好不好 那再來通家 通家帶出來是什麼 叫做高度傳輸跟電源管理還吸 一樣嘛 上禮拜我在這一天就跟大家講 1月3號 這個很長的上禮線很醜 這裡 我畫給大家看 這裡我就跟大家講 買點 你看那天才多少錢嗎 那天才多少錢 83.3耶 83.3耶 那漲上來連續拉兩天 你要不要賣 讓你賣的 讓你賣的 現在再拉回是讓你賣的 好不好就那麼簡單 那今天換誰轉強 你看 你看嘛 我昨天才跟大家講 366月四星 你看四星啊 股價創高3690之後 是不是回來月線整理 你看 昨天我還在跟大家講 四星這種股價在月線整理 這個叫做買點 這叫買點 那你看今天 最高來到3600塊 好啦 就算你昨天去買啦 我盤中是直播 你昨天去買 收盤也買3455嘛 那今天3600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賣 可以啊 也可以賣啊 或者你賣一半 另外一半的創稿也可以啊 這個就是買在整理的時候 攻擊突破 欸 開始過了 就是收割的時候 那當然 我講的這個族群 他族群內會輪動 例如 神盾帶出來 叫做消費IC 消費IC 除了神盾牆之外 你看他同集團的 心底 安格 迅捷 你就可以留意啊 好 好 那再來呢 通家帶出來 叫做電源管理IC 還有高速傳輸 你看 電源管理IC好了 今天誰搶 你看一下冒打嘛 冒打嘛 你看冒打嘛 一樣串高回月線嘛 這根紅黑棒叫子碟嘛 我教過大家了嘛 你可以買214.5 那天最高點都沒關係嘛 那個叫合理的 合理的追價嘛 214.5 昨天是不是就可以買到 可以 絕對買得到 今天呢 已經來到226.5 準備去挑戰前波高點 這叫電源管理IC 通家帶出來 還有呢 高速傳輸 你看今天翔碩 再創新高 投資朋友 投資朋友 我上禮拜有沒有告訴你 翔碩是買點 在這一天是買點 我放大一點 我有沒有告訴你 翔碩的這一天是買點 有沒有 那時候同家也漲嘛 那我告訴你沒關係嘛 那你看翔碩嘛 你看翔碩是不是買點嘛 那天1730 今天已經1870 一張 一張耶 你可以賺100塊 你可以賺100多塊 不只100塊 那這個 這個我有沒有提醒你 我有沒有先講 我有沒有預告 有吧 這個就是 要對產業面非常了解 我背後 很多努力 我對產業面非常了解 我才可以這樣告訴你 我先告訴你通家 再告訴你翔碩 沒錯吧 沒錯吧 然後昨天又告訴你四星 沒錯吧 沒錯吧 投資朋友 我都是領先預告 市場上沒有人在講的時候 領先預告 我在上禮拜上前線百分百 就跟大家報告高速傳輸了 上禮拜喔 上禮拜二 上禮拜二 就告訴大家高速傳輸 就跟大家講通家 就跟大家講翔碩 沒錯吧 這就是領先產業領先獲利啊 你領先的去佈局 買在整理的時候 現在拉出來 現在創高 告訴你 就是收割的時候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好 今天換四星嘛 換股王來了嘛 那股王帶出來是誰 你去留意志遠啊 我跟大家講過的志遠啊 志遠雖然連續兩根黑K棒很醜 但是你看嘛 他還是多方線型啊 他這兩年叫測試五日線 等待十日線來靠攏 所以這時候 你是可以留意他嘛 他沒有漲嘛 他在整理嘛 了解嗎 那志遠會跟大家報告過嘛 今年預估賺12到15塊嘛 一樣嘛 跟股王一樣40倍本益比嘛 這股價上看400多塊 400多塊 四字頭耶 那現在三字頭 376 相對便宜 或者你看嘛 6531的艾普嘛 我也跟大家講嘛 創高之後兩天回撤 這是回來讓你買的 好不好 艾普 M31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那其餘的呢 AI族群 大家現在問最多就是 宏基到底可不可以啊 人保可不可以啊 好啦 我今天告訴你 我今天告訴你喔 仔細聽喔 你看宏基 你看宏基 今天開高走低嘛 黑K棒嘛 那我一直告訴大家 回撤的時候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指跌訊號 現在有指跌訊號嗎 指跌訊號兩條路嘛 第一條路 不要跌破前一天的低點 然後第二條路呢 下影線嘛 那有嗎 沒有嘛 但是你看喔 他現在股價離月線很近喔 現在月線在45.98 大概46嘛 你就計46就好了啦 那現在有多少 47.95嘛 是不是跟月線很靠近了 這個在月線附近獲得支撐距離就很大喔 好不好 宏基 人保 音樂達都一樣 全部都一樣 他離月線都越來越近了 那月線是上升的 通常會有支撐 好不好 通常會有支撐 這個部分來講 要投資朋友可以留意 好我們來看字卡 你看字卡我跟大家講嘛 這些 這些 給大家自己去參考 好不好 裡面都是好股票啦 我都直接跟你講 裡面都好股票啦 你看西立 KY我有教你怎麼做嘛 你看帽打 有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了 OK 這個部分大家自己看 然後再來呢 航運我剛才講的 貨櫃航運我認為 已經差不多了 短線上也漲差不多了 但是中長線呢 他沒有立基點 例如說 接下來會有一個空 需求空雙期 然後再來看到歐洲地區需求 還沒有增加 所以供過於求 是難以支撐運價的 運價回落機率大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昨天講的 其實有些公司 海運公司的報價 已經在掉了 已經在掉了 那散裝呢 其實散裝短線有題材 就是這個鴻海危機嘛 第二個呢 他中長線來說 供給是沒有增加的 但是需求是增加的 這叫什麼 供給下向需求提高 中長線反而他可以支撐 散裝的運價喔 所以呢 在操作上面 長榮亞米我認為 是不要 我個人我早就講 上禮拜就跟大家講 我不會去買 我不會去買嘛 我都直接講嘛 但是散裝的拉回 我會留意 再來一塊拉回來 你留意什麼 資金輪動嘛 那我直接告訴你 半導體嘛 IE設計嘛 AI族群嘛 飛電的呢 散裝 重電 好不好 我直接跟你講囉 散裝 重電 這兩個族群是我關心的 還有再來遊戲嘛 只是遊戲 你說華裔最近飆那麼多 也不要追嘛 那星象族群拉高的時候 拉回 欸 你倒可以留意 再來航空 飛電族群 電子族群四個 飛電族群也是個 投資朋友 你要從中去尋找保障 元月 我現在震盪沒關係 大選的因素 讓有些人先賣 但是現在的賣壓 就是下禮拜的買牌 大家要記得這句話 再來就是關心台幣的匯率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沒關係 你現在來找我 鎖定法人索馬股 買在第一檔突破 就是簡單大獲利 有興趣朋友 趕快打電話 直接來找我 我帶你賺錢 我帶你賺錢 或者你在我LINE群組裡面 留下大名跟聯絡電話 我會親自的回覆大家 好吧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並且加入 LINE帳號 小老鼠LUNG1688 將獲得第一手資訊 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 選股的問題 都可以私訊我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